这是一部慰安妇题材的电影 导演吕小龙通过慰安妇和美的回忆来向人们描述了慰安妇里女性的悲惨经历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所有女性都遭遇到了日军的迫害 就连日本女性秋山和美也不例外 她是日本随军战地记者 结果在这里她遇到改变一生的事情 当战争结束以后 这些侥幸活下来的慰安妇竟然还遭遇很多人的非议 那么秋山和美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这些女性勉强活下来又会受到怎样的歧视和偏见呢 这部电影是由我国著名演员郑佩佩和曾江等人出演的 导演吕小龙一直都专注于了解慰安妇这个群体 她认为这个群体必须要得到一个迟到的公正 这些女性的经历更应该被后人知晓 并且永远记住 为了筹拍这部电影 导演去各地搜集关于慰安妇的资料 更是会去采访那些慰安妇幸存者 918事变以后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 为了安抚这些日本士兵 日本军部就建立了慰安妇制度 日本侵略者最先在上海设立了海军指定慰安所 并且以女佣等名义 哄骗了15名女性进入上海的慰安所中 后来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扩张 日本本土的女性明显不够用了 于是他们就把主意打到了被侵略国家的女性身上 除了中国以外 韩国 朝鲜 东南亚等地区的女性也是日本侵略者迫害的对象 到了21世纪以后 日本侵略者虽然战败了 但他们仍不愿意承认慰安妇的存在 也没有公开对这些女性道歉 何美就是这样一个女性 她深受日本侵略者的迫害 并且在慰安所里见到了很多和自己一样被日本侵略者迫害的女性 这个可怜的女人半生受尽折磨 甚至在战争结束以后还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可是日本政府不仅不愿意道歉 甚至还不愿意承认那段历史 作为历史见证者的何美 最终决定把日本侵略者当年的所作所为全部都公之于众 二十一世纪初 刘和美在日本律师和张敏的陪伴下来到了南京 并且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可是刚进入这里 刘和美就被这个纪念馆里面残忍的那照片刺激的晕倒了 最后刘和美就被两人送往了医院 刘和美的脑子里竟然有一块子弹碎片的残留物 她患上了严重的失忆症 最后医生通过催眠的方法 让她终于想起了那些被尘封的记忆 原来刘和美原名叫秋山和美 是日本的随军战地记者 她在国际上小有名气 她的报道也很有影响力 尽管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但是在这些记者的宣传之下 日本在国际上的名声还是很好的 可是秋山和美并不知道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直到在一次聚会上有很多人质问秋山和美 并且透露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秋山和美并不相信 结果回家路上就遭到袭击 这次袭击让秋山和美对日军产生了怀疑 日军领导也害怕秋山和美反叛 就以保护的名义派人监视她 后来为了寻找证据 秋山和美就穿上了军服 混入了日本的军队 后来秋山和美就跟着这些士兵来到了慰安所 她看到一个赤身裸体的朝鲜女人躺在床上 原来这个朝鲜女人是被日本侵略者骗到慰安所的 日本政府为了能够召集到更多的女生 她们就在被侵略国家发布招募女护士的广告 这个女人在看到了这个广告以后 为了补贴家用就报了名 没想到当她们坐上卡车互相聊天的时候 才发现被骗了 于是这些可怜的女人就被日本侵略者通过卡车拉到了慰安所 到了慰安所以后 这些女人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都不得安生 因为会不断有日本士兵进入房间蹂躏她们 如果这些女人反抗的话 日本侵略者就会对她们拳打脚踢 很多女人身上伤痕累累 甚至还有些女人会被日本侵略者活活地打死 秋山和美在听到这个女人悲惨的经历以后 特别愤怒 最后她决定写一篇稿件 揭露未安抚的悲惨遭遇 秋山和美的父亲在拿到女儿的报道以后很生气 如果这个报道交给日本军方的话 他们一家都没有好日子了 但是在女儿苦苦的哀求之下 她还是决定是试一试 最终秋山和美的父亲把这篇稿件交给了日本军官 但是没想到日本军官在看完这个稿件以后大发雷霆 为了防止秋山和美一家泄露日本的罪行 破坏日本在国际上的声望 那个日本军官立马就派出了手下去刺杀秋山和美一家 就这样秋山和美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还有妹妹死在面前 后来有一个叫做黄子谦的地下党把和美救了出去 家人的死亡让秋山和美更加下定决心 一定要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追击 两人一路逃跑 最终来到了国外避难 在这段时间两人渐渐萌发了爱情的萌芽 并且和美还给黄子谦生下了一个女儿 可惜战火很快就蔓延到了缅甸地区 和美和丈夫的幸福日子也很快就结束了 两人在逃跑的时候 和美居然和自己的丈夫女儿走散了 和美被一个中国女人救了下来 在中国女人的细心照顾之下 和美的身体也在渐渐康复 她本打算养好身体就去找丈夫和女儿 可是没想到日本士兵很快就带领军队来到了这个村庄 村子里的所有男人都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了 而和美和村子里的其他女性则被日本士兵捕走了 这些可怜的女人被日本侵略者带到了慰安所里 那些日本士兵本想把这些女人好好地揉力一番 没想到其中有一个日本士兵竟然认出了和美 日本军官在看到秋山和美以后 要求和美继续给他们写报道 但是和美宁死不屈 惹恼了那个日本军官 和美就和其他的女人来到了慰安所中 日本军官让他们站成一排 给这些女人洗脑 让他们觉得服务日本士兵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这期间有一些女人想要逃跑 没想到那个日本军官直接开枪杀死了这几个女人 他们是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杀几近后 让他们知道逃跑的下场就是死亡 和美就在这里过上了惨无人道的日子 那些日本兵每天都会迫不及待地把这些女人拖入房间 在这些女人的身上发泄他们的欲望 在日本侵略者的领主之下 这里的女人死亡率很高 为了填充这里女性的人数 每天晚上都有无数的卡车进来 卡车上站满了无数的女人 她们的脸上都是麻木和绝望 有一个可怜的女人每天都在被日本侵略者领主 上一个日本士兵刚刚结束 下一个日本士兵就已经进来了 她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女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无望了 于是她闯进了和美的房间 和美姐 我生不了了 每天生不如死 可是没想到这个女人当天晚上反抗一个日本士兵 并且赤身裸体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跑了出来 她望了一眼和美后 最终就跳进井里自杀了 看到这样的场景和美气不成声 最终她把所有的遭遇都记录了下来 希望离开这个地方以后 能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丑陋嘴脸 后来日本士兵就从卫安所里挑立提卫安府松往前线 卫安所里的看守人数也变少了 和美知道这是逃出去最好的时机 于是他们悄悄逃跑了 不过他们还是被日军发现了 可是女孩们并不害怕 他们觉得与其在这里受辱 还不如拼死一搏 当他们渡过一条小河的时候 日本侵略者追上来 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中 大部分女孩都死了 只有和美中弹后昏迷了 尽管和美侥幸活了下来 但是她的脑子里却一直残留着日本侵略者的丹片 三十年以后 和美大脑里的子弹碎片一直影响着她 后来在张敏的帮助下 和美接受了催眠治疗 并且想起了自己曾经的过往 她发现张敏居然是自己的外孙女 自从黄子谦和女儿与和美失散以后 他们一直都在寻找和美的踪迹 因此当他们得到消息以后 立马就从美国赶来中国 当白发苍苍的黄子谦看到和美以后 顿时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他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 可是没想到张敏并不愿意接受和美 她不理解外婆在受到屈辱时 为何不选择自杀 而是侥幸活下来 在张敏所受到的文化中 一个女性遭受到了这样惨无人道的侵害时 自杀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可是和美告诉张敏 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 为什么不能有活下去的权利呢 后来和美就带着自己的孙女 去参观南京的博物馆 在众人的帮助下 张敏终于理解了外婆 并且选择对外界的目光视而不见 导演通过写诗的手法 讲述了魏安妇的经历 他通过血淋淋的历史 告诉中国人那场民族浩劫 是不能忘记的 也无法逃避的 这部电影将目光聚焦到了魏安妇群体上 他们在日本侵略者的折磨下 遭受了许多无法描述的伤痕和疼痛 可是导演却对魏安妇群体 表现出了一种人文关怀 他不仅关注到了魏安妇 在二战期间受到的践踏和侮辱 更关注到在战争结束以后 魏安妇这个群体还会受到周围人的歧视 明明这些女性什么也没有做 但是在很多人的眼里 她们活下来成为了某种罪恶的延续 尤其是哪些怀孕了的女性 她们肚子里的日本一父子 也会一辈子遭到歧视 这部电影还原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 和魏安妇的悲剧人生 但是又希望通过另一种方式 弥补这些女性心中的伤痕 导演吕小龙希望这个受伤的群体 一定要保持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 但是也希望这些女性在受伤以后 能够重新振作起来面对生活 尽管那段残忍的历史已经过去 但是魏安妇们的经历时刻 在提醒着人们一定不能忘记那段历史 在这部电影中 外孙女张敏质问外婆何美的桥段 让人深思 也许在张敏看来保全尊严是重要的 但是何美在经历了所有的一切以后 不仅没有选择自杀反而坚持活了下来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勇敢 在那种艰难的时刻 何美能坚持着活下来 并且能把日本的所作所为都公之于众 这何尝不也是一种英雄行为呢 你觉得过去了吗 相信我 明年的太阳会更好 魏安妇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可这部影片却通过现代人的视角揭露了那段残忍的历史 不仅呈现了战争对女人的伤害 而且也表现了那段历史 对于每个中国人都是无法忘怀的屈辱历史 导演通过《以家代国》揭露了影片的主旨 战争对于女性的伤害比男性更深远